写着什么女众注射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给信徒们注的 还是给尼姑注的呀 女菩萨 你好 哎哟 这门上写着什么 请勿窜聊是什么意思啊 不太懂啊 这里好像是宿舍呀 医址正是干嘛的 看不懂啊 哇这床看着还挺新的 哇这外边还挺凉快的 旁边是大佛 还有健身的器材 床上 还有一个小沐浴 生活条件还不错呢 还有电脑呢 现在这边已经没有人了 他这床上都堆满了生活用过的垃圾 以及杂物 好多的衣服 这里不知道是尼姑注的 还是那个信徒们注的 这么多的经书啊 这个钢笔挺有意思的啊 如意金箍棒 这里还有本经书 这是什么太阳能的念佛机吗 这应该就是看经书 或者说念佛的时候用的 这么多的经书啊 什么楞严金 这里边我估计应该是 咱们男同胞里边 算是来的比较少的 笑耳机子 但是又不像 没见过这玩意儿 这生活在这儿的人 生活设施还不错呢 看这地上这么多棗 这都发霉了 这盆里边还沉了一半的棗 不知道因为什么 感觉搬走得比较匆忙呀 这么多棗 这还有麻山药 爱贴是什么东西呀 这做什么的 怎么跟奶嘴似的呢 这还有什么紫符 口符液包装都没打开 这是什么明星专款 专用的什么减肥的 这是一个套装啊 欧仙草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这应该是各种保健品呀 人生低丸 住在这个房间的那个大师啊 还是居士啥的 应该是还挺有实力的 你看就连喝的饮料 都是市面上不常见的 有人没得 这个福还挺新的 这里应该是开会的吧 这么大的一个桌子 这里还有一个观音呢 白玉做的嘛 上面一个花笑 这间屋子还有蚊帐呢 这个床也铺的是整整齐齐的 感觉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 要不是看到地上的灰的话 我都以为这里有人住呢 这里边还有花呢 怎么打的一幅花 真的是 哎呦我去 吓我一跳 这是个什么东西 围屈呀 吓我一激烈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宝葫 我叫你们一声 你们敢答应吗 嗯大不大 这里边还有子儿呢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法器呀 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好像是放光盘的吧 还真是 这是什么东西 金桃木吗 我刚才看了一下墙上的照片 住在这里边的全都是光头的女性呀 这块挂的一个小铃铛是什么意思 这大手电 有电吗 没有电了 这比我的手电大多了 我去 这还有喝茶的茶杯 哇塞 这个里边 有人没得 这里边的佛像怎么都 他蒙上眼睛了呢 就连这壁画都给他蒙上眼睛了 这什么情况 好大的一个水晶球 哇这里边暖气 还有洗衣机 呀还有微波炉 全遗气在这里边了 哇这个床我都感觉可以达到临包入住的感觉了 这个床上居然一点程度都没有 这手电上边有没有 已经没有电了 在这个地上怎么发现了一吐毛毛 几乎是每一个房间里边都有这么一个小沐浴 这里边的棉被还是衣服啊 是红色的 这衣服好像是个棉被啊 红色的棉被 这个里边还有很多新的衣服都没开封呢 这么多的东西 这床上的棉被都没包装都没打开 然后这边好多的香烛 还有碗 还有这种蜡烛 素油灯 这么多 这是啥呀 这个我记得 这还不便宜呢 这里有一个崭新的保温筒 这么多的盘子 还有勺子 全部埋没在这里 这里边的东西太多了 关于这个寺庙的地址 视频下的朋友们就不要问了 因为这个寺庙的视频你们大家伙应该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的东西那么多 难免有手脚不干净的 希望知道这里地址的朋友 咱们一笑而过就完了 不知道的朋友也请不要问了 因为这个地方 说出来的话可能会 让很多人惦记 好了 下期见吧 拜拜